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新的北美联运站 孟菲斯联运关口 孟菲斯联运关口是一个占地155英亩的现代化集装箱装卸中心 由ITS物流经营 孟菲斯联运关口于2005年6月投入运行 连成运能力达20万标准箱 可拓展空间达40万标准箱 孟菲斯联运关口连接着加拿大国家铁路公司强大的铁路网 那是唯一可抵三大海岸 太平洋 大西洋和墨西哥海湾的铁路网络 来自香港 上海 新加坡 横滨及整个亚洲的货物 在合并装箱后高效穿越太平洋 经温哥华港和鲁珀特王子港运抵北美市场 鲁珀特王子港计划于2007年下半年开始运营 是北美最接近亚洲的港口 这个新型现代化无拥堵港口 是北美最深的天然港 将由马赫码头公司运营 一期处理能力将达每年50万标准箱 到2010年 处理能力有望达到200万标准箱 另一条线路则从亚洲经苏伊士运河连接到欧洲和大西洋直至北美 抵达哈利法克斯港 哈利法克斯港有两个码头 吞堵量达100万标准箱 避除战略要道 可向北美提供早进晚出服务 哈利法克斯港和温哥华港可服务于超巴拿马行船 就像卢普特王子港2007年下半年开始运营后的那样 三个港口的平均中转时间为一至两天 要快于目前从亚洲和欧洲市场经美国港口的航线 加拿大国家铁路公司强大的铁路网络 从太平洋延伸至大西洋连接孟菲斯 直抵位于碧金工业园的孟菲斯连运关口 碧金工业园以极具竞争优势的价格提供能源和仓储机会 有着方圆2500英亩的建筑群 合并归整您现有的仓储设施是明智之举 通过降低成本和缩短交货时间来贯通并简化产品配送流程 从孟菲斯始发的货车运输公司有300多家 通过他们您的产品可有卡车隔夜运底132个大都市市场 覆盖60%的美国人口 碧金工业园内加拿大国家铁路公司与孟菲斯连运关口的合作 正以一种全新的方式重新连接着集装箱运输和配送世界 孟菲斯连运关口碧金工业园 连接世界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